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一个女人要有能力 要有经济能力 因为其实她最大的考验就是 爸爸突然不在 然后小孩要开刀 突然那次真的是把她吓坏了 她妈妈的精神是真的就是 即使我卖菜 我这么辛苦 然后从头开始学 那其实这也真的影响 蛮子师姐蛮多的一个层面 那其实包括她在很多方面 很好强啊 会想要表现得最好啊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家的会客室 为你推荐的好戏《加油蛮子》 在今天的第四期的会客室当中 邀请到两位 首先来欢迎的是我们的本尊 蛮子师姐 全聚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继续是我们这一出戏的编剧 我们欢迎梁明志 全聚观众大家好 来谈到蛮子师姐 感觉上我们从第一集这样感受出来 蛮子师姐的童年 在还没有那么懂事的时候 其实她是还蛮快乐的 对不对 那当然很重要的是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妈妈 对 对不对 当你在访问啊 然后可能看到一些资料啊 可不可以来形容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妈妈 这个妈妈她其实 她的出生很好 那她一直没有发生 先生往生的这件事之前 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在家里 把小孩都照顾得很好的一个祖父 可是今天就是先生在 就是生病拖了半年 家里的钱都花光了 然后走了 这个家向屋顶垮了之后 她其实就是一个要去承担 要去把这个家整个撑起来的 一个灵魂人物 一个支柱最重要的 那其实如果是一个弱女子的话 真的遇到这个事情就 就可能就没有办法 而且其实她也可以有选择 因为哥哥跟姐姐那时候 已经都成年在赚钱了 那如果她还是坚持在原来角色的话 她可以在家里 然后过得比较辛苦 然后让这个责任让哥哥来扛 对 可是她会愿意选择 不行两个孩子还小 十岁八岁这样子 还要长大 不能靠哥哥跟姐姐 以后他们还有各自的婚姻 跟家庭要去过 那妈妈还是把这个责任 继续承担起来 所以她是很勇敢 她去面对一个人生的巨变的时候 她要想办法 怎样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 记得曾经跟您聊过 你也觉得说 反正家里头 要你去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当时候妈妈对于你去打这个小龄公的钱 对她来讲是不是很需要 应该的 应该就是需要多一分 多一分好嘛 就是小学毕后之后 我要读中学的时候 我一想到爸爸那份的遗愿 他说你再认真一点 考在五名以内 我就让你再继续升学 你哥哥他们都指 姐姐没有读 哥哥是有读中学 叫高等科 那时候哥哥刚刚是第一个孩子 那姐姐就没有读 那也希望他要给我读高一点 你再 也是鼓励孩子加油 妈妈对于您再重新回去校园 有没有觉得妥当或不妥当的地方 没有 妈妈生活的担子够她烦了 我想她不会去烦到这一点 反正就是你这个部分 如果回去校去读书 需要用到钱或什么 再跟哥哥姐姐商量 想办法就行了 对不对 那中学的时候 我倒是对一点 妈妈有些维持 你还要吃饭了 还要去讨厌 你这样受身后 你身体会蓋不住 因为我那很瘦 那时候真的很瘦 其实你们在写 就是采访这种真实人物的故事 一定会从他们的家庭 更早的父母亲的态度 去看看我们本身的个性 你看你刚刚形容妈妈这样子 妈妈的这种 本来的性格 还有对待生活的磨难 所反映出来这些行为 你觉得哪个部分去影响你所认识的满子世界 妈妈就是一个女人要有能力 要有经济能力 因为其实她最大的考验就是 爸爸突然不在 然后小孩要开刀 突然那次真的是把她吓坏了 那其实她后来她妈妈的精神是真的就是 即使我卖菜我这么辛苦 然后从头开始学 本来是一个很内向的 然后要在市场里面去当一个最有气质的卖菜 卖菜阿婆这样子 那其实这也真的影响 满子师姐蛮多的一个层面 那其实包括她在很多方面 很好强啊 会想要表现得最好啊 其实满子师姐对爸爸的印象 比较有很深吗 还是她最疼火 她在一个日人的一个产业公司 产物公司里做监督 爸爸也读过教育 有受过教育的 了解 她不是还没读书 她有读书 了解 因为家里担子做生意做失败了 做失败了 她不是做生意人 人家说生女孩不好意思 她不是 她都做了好多事情就让人家 几乎都吃掉的 都听起来好 妈妈也跟她做了很多 什么开豆腐店 那个木鸡的 做木鸡 我听门 还包豆干豆腐店 还什么店很多 妈妈也在那楼 楼城拿了一个铁盒 她的嫁妆 以前嫁妆用铁 有画很漂亮的 那个毒点拿个伞 什么房式那种东西 我家有好多那个箱子 铁箱的妈妈就跟我说 那都是我给你做 我老板要带你去 就是运输公司 自己不会开车 叫人家来帮你做运输公司 都给人家拐走了 爸爸是上班族 后来去上班 本来是想做生意的 但是真的可能 有什么事 实践不及 到底是 可个性 个性可能也有关系 你说你说生意的 拍谁 这个 等等是你 秀才 秀才 真的也是一个事 秀才型的 就是我的 祖父辈的 他们都有相识 都有几个 我们也算是苏乡人 也算是苏乡人 了解 那因为我在楼层上面 有很多 很多很奇怪的 卷轴啊 织画啊 还有印章啊 很多 我拿来玩 那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因为爸爸 到底跟我处的时间不多 看妈妈那份坚强毅力 那姿子不倦的 什么都学 我也有这个好处 我也蛮勤快的 跟妈妈一样 我看应该是 勤快 很勤快 我少少都夸奖我 你只想再过来 叫我去买 我就去 马上就跑 我觉得 应该就是 其实妈妈对事情 没有负面的想法 就是很乐观 然后都会去面对 去处理 去解决 那我觉得 蛮子师姐她对事情 也很乐观 她就是觉得 只要她有兴趣 她就会 就会一直冲 一直冲 对 在我的小小梦想 因为我家里 租给人家做彩虹嘛 对 然后就赶快 客厅租一脚 让人家做彩虹 因为我们都在大街上嘛 刚刚叫小北 我们叫大北路 那就给人家做 我就没事 就在看人家缝衣服 裁衣服 我这样是不是应该来做 服装设计家 终于那时候就有 开始有梦想 有这个梦想 有梦想 只是这样一个梦想 一扫而过了 那就是看人家做什么事 那我终于一步步做 我就在那看看 你让我踩那个车好不好 可以啊 可是你要帮我 红这个扣子 扣扣 还有那漂亮的滚边 什么玩意儿 我说好啊 要不真的这样子 过年做好多 这个手都破掉了 我还以为 你看我这样出 我还拿针线拿得很好的 了解 所以小时候也因为 环境的关系 所以你从这个部分 有感受到 妈妈其实也很谨慎地去选 她要租给什么样的人 对 就是要单纯 然后因为家里还有小孩子 他们也不希望去租给太复杂的人 了解 妈妈考虑很多 考虑很多 所以我们从今天 在第四集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慢慢地去了解说 为什么满子师姐 她一个个性的培养 我们的编剧说 在她的访谈的过程当中 觉得妈妈给我们的满子师姐 很多很好的身教 甚至会为她选择一个 适合孩子的环境 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感谢您收看今天大爱会课室 我们明天见 我们那里没有什么电视 也没有什么玩的 校园里头 跟同学玩玩 什么自己做的手沙包 踢箭子 然后跳绳 因为我市里国校就在田梗旁边 都是田地 稻谷做完了收割 收割之后 她田梗就下了屁肌 然后又要收 我们就人家集没有捡走了 我们就捡来吃 哇